师父 你怎么会在这儿 看风景 看风景 师父 这个给你 不吃 以后离那个姓裴得远点 他满口花言巧语的 当心别被骗啊 不会吧 但裴公子说话 确实奇奇怪怪的 我才没有当真的 小翔只听师父呢 这才香花嘛 可是这果子 我可是专门给师父摘的 师父真的不要吗 不 你什么 有事 师父 等等我 那我